你想象一下,当世界上的动物都成了大胖子,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? 这几个圆滚滚的东西并不是球,而是几只嗷嗷带捕的小兔鹰。 当鹰妈妈捕食回来,便出现了这样一幕。 另一边,草原上尘土飞扬,一只猎豹正在追逐着羚羊,就像两只皮球在草地上快速滚动。 眼见羚羊就要在街南逃,奈何猎豹伸圆爪子短,一个惯性没杀住,双方都滚出十几米开外,想爬也爬不起来了。 与此同时,一群斑马正在水坑边畅快地喝着水,突然一条大鳄鱼钻出了水面。 斑马被吓得前仰后翻动弹不得,眼见着一大堆的美食,但鳄鱼也是无可奈何,因为它的小短腿根本够不到水。 鳄鱼好不容易飘到了远处,只见身旁站着一大群的火烈鸟,它也只能无助地张张嘴,过过眼影。 山羊喜欢在山崖上决斗,只见它们摆开了架势,向对方猛冲过去,结果一个反弹,其中一只山羊竟直接滚到了山下,留下另一只在风中凌乱。 不久长颈鹿也来到了水坑边喝水,而它原本长长的脖子,在肥胖的身体面前,也显得短小了许多。 你瞧瞧这头重脚轻的,想喝点水都困难,海豹本来就体态圆润,现在更是变成了一个个的保龄球,一个小小的撞击,便会滚入海中。 狗狗像往常一样,来到大树下准备放松放松,结果刚一抬腿便滚了出去,看来以后这习惯得改改。 此时房梁上,一只小猫已盯上一只老鼠,不料一个猛扑, 自己却被挤到了地上,老鼠反应慢了半拍,刚想逃走又撞上了房梁,正在晒太阳的小猪,发现了一个掉落的苹果,它使劲地移动身体,奈何体肥如球,想吃个苹果可真不容易。 仓鼠意识到了肥胖的危害,它准备在滚圈中好好锻炼,减减肥,但理想很丰满,现实却很残酷,现在也只有摆烂的份。